HELLO,大家好,我是Han哥 今天呢,就要來跟大家聊聊究竟木吉他的選材 會對聲音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首先是面板 常見的面板有分為雲山木跟紅松木 那雲山木可以大概分為幾種 西底卡雲山、英格曼雲山、阿迪朗達克雲山跟德國雲山 那西底卡雲山是屬於那種音色比較清澈明亮 那英格曼雲山是屬於那種泛音非常強壯 而且非常寬廣 那但是大力彈奏的時候呢 他的音色會清晰度會比較低一點 那他們是屬於比較便宜的木材 那德國雲山跟阿迪朗達克雲山呢 是屬於那種共鳴力量比較厚實 音色傳遞快速、多樣化的泛音表現 能夠適應多種曲風 但是造價也比較昂貴 其中阿迪朗達克雲山又被俗稱 ADI面板 那它也是最貴的面板材料 那紅松木的話呢 以往它經常被使用於做古典吉他的面板材料 那現在也有越來越多的民謠吉他 慢慢開始使用這種木材作為面板 那它的聲音也是偏向溫暖的系列這樣子 再來是測背板 測背板的選擇就更多樣化了 那我依照音色來做區分 玫瑰木系應該是最為常見 可以分為印度玫瑰木 馬達加斯加玫瑰木 跟巴西玫瑰木 其中呢 硬梅的低頻飽滿 高頻青寸 應該是屬於最常見的木材 那馬達加斯加它承襲了硬梅的個性 但是它有著更清楚的極高頻 那巴西玫瑰木呢 是一種造價昂貴且十分稀少的木頭 那它的音色呢十分甜美 那也具有辨識度 幾乎在各個頻段呢 都幾乎都無可挑剔 那它也是智勤師們眼中最完美的材料 那目前已經禁止開採了 那再來是桃花心木系列的木材 桃花心木其實是一種中頻非常豐富 那聽起來給你有一種包覆的感覺 有一種溫暖的聲音 那相當適合做彈唱琴 那另外呢 莎比林木在聲音上 則可以視為就是 造價比較低廉的桃花心木 再來就是我個人比較喜歡的稀有木材 夏威夷相似木、非洲胡桃木、十二雄蕊破布木、虎文峰木、非洲黑木跟可可波羅木 夏威夷相似木跟胡桃木都是屬於有的華麗高頻的延伸 那聲音相當肥美 但是要注意 非洲胡桃木跟胡桃木是屬於不一樣的木頭 十二雄蕊破布木又稱作黑廢木 也有人稱作墨西哥玫瑰木 那它是升學上最接近巴西玫瑰木的一種 在巴西玫瑰木被大量砍伐 然後靜彩的時候被大量的拿來當作替代的木頭使用 虎文峰木則是屬於高頻系列 那它的聲音很純淨、輕量、扎實、而且大顆 那非洲黑木呢 它同樣是屬於玫瑰木系列 但是呢 它的音色比較剛強一點 反應比較快速 不論是用作Solo或是彈唱都非常適合 最後的可可波羅木又稱為薇凹黃彈 那還有著兇猛的低頻跟清澈的高頻 但是與硬梅不同的地方是 它的中頻沒有硬梅那種混濁的感覺 另外呢 有些吉他會單獨使用一種木頭 可以將該特色的木頭的聲音發揮到極致 那 可是能夠用作單一種類吉他的木頭並不多 舉例說有桃花心木啦 非洲胡桃木啦 或者是羽豆木等等 那像我手上這把Mason M3 OC 就是全勤使用非洲胡桃木製成 給大家看一下 全勤非洲胡桃木 木紋非常的漂亮 像M3 OC來說 M3指的是它的型號 那O指的是非洲胡桃木 Ovenko的意思 那C就是Cut 切腳的意思 等一下 我知道你們要問什麼 這麼多木頭要怎麼挑 那其實能製成其他的木頭 其實有太多太多 那 其實就算是一樣品種的木頭 在不同的產地 種出來 都有不一樣的音色跟木紋 那限於篇幅我就不在這邊一一列出 那最重要的呢 其實還是要去多方去試聽 找到自己最喜歡的音色 進而去挑選一把自己喜歡的吉他 畢竟音色這件事情啊 沒有最好聽 只有最喜歡 好那以上是今天的影片 那喜歡的話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如果還想了解哪些木頭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好那種那麼多 computer 可以帶 Pascal 好嗎 明白 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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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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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